美食節由明天開始至12月2日 一年17日在西環湖廣場舉行 預計會有30萬人次參加 洪瑩瑩報導 今屆美食節有本地及外地商號 一共有80多個單位參加 其中上海、新疆、蘇州等 是首次來澳參加美食節 飲食業聯合商會會長陳澤武說 今年參加的單位較以往多 同時本澳的經濟亦好轉 預計今屆美食節人流可以達到30多萬人次 美食節期間為了方便居民和遊客 前往活動的場地 帶會安排免費的穿梭巴士接載 由美食節每天開的時間到完的時間 都由穿梭巴士 就算不搭穿梭巴士 也希望盡量用交通公共公共 穿梭巴士想落客點為南環商業銀行隔離 直到西環湖廣場 有 가는 Este 很短的有意義 第一次 我們在為了 有 жизiceless 000 三宮 三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